我们常发现自避震儿童可以推着桌子跑动,却不能用勺子,摇取范例,可以用整只手去抓取东西,却不会用拇指和食指粘物品。 很多精细的手上动作,他们都做不到,人们常说心灵手巧,手指的动作,越复杂,越精巧,越咸熟,就越能在大脑梯层建立更多的神经联系,从而使大脑变得更聪明。 所以,训练自避震孩子做一些精细的手上动作,可以有效帮助他们开发大脑,家长作为孩子的最好老师,在每天的陪伴中,有什么可以训练孩子经常做的精细动作呢? 一,用勺子训练,小孩子很早就开始接触勺子,家长可以让孩子练习用勺咬或玻璃珠,绿豆,蜜,吃沙子,谁等,能力高的甚至可以按力咬。 这下训练重点,是提高孩子的外部与手的配合协调能力。 二,用勺子训练大一点,或者能力高一点的孩子,可以开始使用勺子训练了。 可以一次训练孩子从家具团开始,大花生,小麦大米,黄豆,玻璃球等。 这下训练时,应教着孩子筷子正确使用一方法,训练重点是提高孩子拇指,使着和中指为主的手指的配合协调能力。 三,用面粉训练,准备一些面粉,水和盆子,和孩子一起在盆中,把水和面粉搽合成棉土状。 面容好后,可以里面加一些红色添加剂,指导他们,用手做成各种形状的物体,如小狗,小人等。 当然也可以用橡皮米,不过要健康的。 四,穿珠子训练教孩子用铁丝或叫粗的包皮电线做穿珠子,扣子等的游戏。 家长要教给孩子穿的方法,由模仿家长做,家长抱住做,到自己拿起扣子,珠子和线自己做,可锻炼孩子双手协调,手脸协调的灵活性。 五,涂鸦训练刺必正孩子多数是视觉敏感的,所以涂鸦训练是一个好方法,可以按下面的顺序训练,随意涂在大空间内,涂画。 在小空间内,涂画本区域涂色,按规律图,色独立图,简单笔画并,选色。 不用限定孩子颜色,限定区域就行,也许孩子真有会画天赋呢。 六,翻书训练,书中自有黄金屋。不用让孩子看书,让他翻书就行,最好是画册,能吸引他们,看画册上的人和睦,这不是最终目的,其目的在于在翻节中端炼孩子的手指力和腕力。 不管孩子看不看图画情节,只要他能一个劲的翻下去就行,哪怕是一次翻些好几页也不要紧,随着手指灵活性的加强,渐渐会做到了有后大伯一页页的翻了。 七,写字训练。 看字是个伟大的东西,以论精细程度少有,比得上他的手动伤心。 用写字来训练孩子,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,也可以按照如下顺序训练,目的随意画线,画纸线描线,描线练习线条数字和字绑点连线练习字点,五点,多点,方写绑画练习,按正确方式,书写或抄写。 最近就有一个自闭症孩子,依靠一手符书运刷的字火上了网络,严训你的孩子也可以。 八,辞线训练习,不仅可以拿来看,也可以拿来辞,只是要有要求,必须让孩子辞得很碎,最好是有规则的形状,不要单纯的辞职,依次训练孩子对拇指和食指的对捏力,锻炼手指的灵活性,同样有自逼症孩子在辞职上有肩负的。 不过有暴力倾向的孩子不建议做,另外请容背纸,背书,九,减脂训练撕指,其实还有一个升级版,减脂训练顺序如下,能开合剪刀单手配合剪刀,双手协调配合剪刀单,双手连续剪指延短,粗线剪指延长,粗,或细线剪指,剪横线,铁,线,折线,无线剪图形,剪图画,深。 无测训练学会剪指后,可以给孩子做无测练习,先练习微生指对折,然后逐步在大人的辅助下,让孩子在大便后自己清理,起于适当的语言及时,最后完全独自完成。 这项训练的重点,是手指和手腕的配合协调能力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